红油理解 用狗 王鹏加肠菜馆 吃吃 挺好玩的 手剪 手剪点菜 哎呦我这有点丑啊 点了一个红油理解 还有特色菜 我点了一个自然土豆片 是点两个菜 手剪的 它有菜赶了 它有菜涨价 够了 红油理解 这么狗 挺小山的 肉贴得很薄啊 不鲜 不鲜 吃吧 有什么关系 炸炸虾耳朵 外面滚龙的面粉 炸虾 我把炸 稍微有点脆脆的 要拿点皮儿 薄薄的 你一会儿包点面粉 淀粉 然后炸了一下 然后浇到这儿肉 它这儿是 甜酸的 酸两口味多 一点点不咸 然后它这皮儿 炸完之后 把它特别的薄 它不是脆的那种感觉 就是咬的时候 稍微感觉有一点皮儿 嗯 口感很好 咬一口咬在嘴里 嚼的话 稍微有点阻力 就把皮 咬破了 然后吃到里边儿 那个 很嫩的肉 很嫩的鼻子 自然同一片 过完油 然后浇光的自然 有辣椒面肉 盐放的很少 那好像放了 味冰 重点看它盐放的很少 那这菜 你几乎没有那咸的 我好像没尝过来 你看你尝蛋 这两菜都都 都属于比较 可以叫清淡的 在外吃饭 放盐比较少的 剩下菜也不浪费 都到饭里边 你去看 吃完了吃光光 别买饭 两个饭都吃了 大家就是跟其他饭店一样 都是下大油 但唯一好的地方就是盐放的少 到哪呢 再回去先把它收了 这就是问题 都不得 小点挺好 小点挺好 那点门脸不大 生意不错 都去那家吃 好多咸生也来 家里是附近的 可以过来吃 物美家里 菜的味道不错 菜的味道不错 不见是不咸 不见是盐放的少 挺好